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遭到背叛 过度操劳加上离婚的打击 让她肾脏功能亮起红灯 一场大手术差点要了她的命 幸好女儿贴心懂事 激励她勇敢成生 继续拓展分店 才能让好味道继续飘响 我觉得人生 你是要能够平安健康地活着 很多事就是没有什么好计较 两份蹄膀 三个枝膏饭 那两份蹄膀是要放在一起的 是分开 枝膏一个外带吗 要比较多 要比较多 要比较多吗 要比较多 要比较多 好 那来行的 这个蹄膀就要吃较多 对 你很通常 你都跟我说要来这边买 这就对了 这里的卤肉饭就是最好吃的 要哪里比这边更好吃对吧 是要烫烫的卤锅滚着肥嫩的猪脚 飘香大街小巷 这家在三重开了将近40年的 枝膏饭老店 在地人几乎都啃过老板 庄玉华的Lodica 枝膏饭是这边的招牌 所以这边的三重大部分都小的 三重人一定都吃这一家 平日会 又不腻 吃了差不多有12年了 然后今天我就要带一些 菲律宾的朋友过来吃 适合配饭来吃 然后很香 很Q这样子 所以菲律宾朋友来 没请他吃大餐 请他吃我们台湾的 这是我们当地的 我们道地的台湾小吃 这样子他们就很喜欢了 Cooking 周玉华几乎全年无休 站在卤锅前 就是要喂饱 美味旧雨 也让心知一事成主顾 大热天多痛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那个汗流到 您睫毛都在流汗 这里有二 四 六 七个炉子 同时都是大火一直开 不停的一直开 然后一直做 一直做这样子 夏天比冬天更痛苦就对了 夏天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睫毛都在流汗 来 王丽宏来啊 王丽宏来啊 来 王丽宏来啊 你的菜菜等一下给你 你先吃 Kellen又傻保了张玉华 把内容之后 全部改成大明星的名字 十分接地气 来 林志玲的喔 林志玲你的菜来了 你怎么给你软筋接死的 林志玲的 我是说我 我会像林志玲很漂亮的 林志玲是一帅喔 对耶 慢用 慢用 谢谢... 别人都是用一二三 我就是要用我喜欢的 我的偶像明星 我就这样子 像有些客人来就说 你两个枝膏好 谢谢 他说 我就说林志玲的 你今天陪吃饭 那个张慧妹 张慧妹 记得在立临本店 来得更认真 张玉华 张玉华逗趣的人情味 让手上这碗枝膏饭更下饭了 所谓的枝膏 指的就是猪后腿的腿裤肉 肥瘦适中 滷起来不油不柴 腿裤肉吸附了老卤汁的精华 皮Q肉嫩 配菜还有油豆腐 酸菜 卤蛋 香菇 满满一碗实在超满足 很好吃 就是它的肉很Q 然后瘦肉的比例很均衡 就是吃的时候觉得 怎么那么好吃 滷得蛮入味的 对对对 然后油不会腻 女生不是很怕肥肉吗 还好啦 吃起来不会腻 对对对 不会有腻 当作补充膠原蛋白 是 而招牌的滷猪脚 呆呆的猪皮 现象入味 骨头连筋的部位 嫩Q嫩Q 啃起来很是过瘾 我不敢吃皮的人 只敢吃它这一间的皮 因为它皮很Q 不会油 很好吃 吃了会堆堆的 你在这家吃多久了 20年了吧 每天清晨五六点 就得开始备料 满满一大锅滷汁 一天就会用光光 小小肉灶也充满真功夫 我会先把那个油逼出来 所以我们吃 为什么很多人说 为什么大家那个滷肉饭 吃起来很腻 你们都不会 因为我都把这些油 全部都把它逼掉了 然后我们用这些油 来烫青菜啊 一些料理 用猪油来做 这都 这都油脂本身甜的 这种会最香 选用比较Q嫩有弹性的猪颈肉 慢火逼油 再用小火熬煮上六小时 锅铲不断翻搅炒出肉香 提味的关键要加入红葱头 虽然工序繁琐 但是这是三十几年来 不变的美味方程式 这个红葱头 就是要小火的慢慢去炸去熬 慢慢它挤一再烫 才会变成金黄色这样子 所以你能够就是这样的 红葱头 还有老卤汁 就是我们几十年来的 一直一直 一直传承下来的一些老卤汁 精华老卤汁也运用在猪脚上 每天从市场严选结实的台湾温体株 滚水烫过去除杂质 再沖冷水才会Q爹爹 那这个每一块起来 你看跟白家里一样 别是吃的 这很漂亮又咪咪 每一块肉你看 就是这么漂亮 这就不用什么调味的 青菜汁就好吃 紧接着将猪脚送进香浓的 卤汁里头泡汤 八角 甘草 白果等中药材 还有老卤的浓厚咸甜 在压力锅里头 一小时就能完全入味 因为以前大家 他要用很多汤汁 那现在这种科技不一样 我们也要善用一下 现在新的科技 就是说他不用很多汤汁 可是他滷起来的汤汁会变少 变少了他本身的原味 还有他的甜味 就会被封在你 每一块猪脚之高 上色滷到油亮油亮 都是庄宇华的心血杰作 你去到德国 吃到的那个什么冷的 那个什么哈姆啦 什么 以前的台湾猪脚 比德国猪脚好就对了嘛 好太多了啦 台湾的东西全世界 没人会比的啦 南口都是猪脚精 因为54年次的庄玉华 守在这卤锅前 已经超过半辈子 从小不爱念书 国中没毕业 就到家里的豆花店帮忙 27岁婚后 才自己开店卖猪脚 因为当年三重劳工多 需要吃饱才有体力 早上我六点 大概六点 五点多六点就要起床了 我就去那个 卖猪的那个摊房去跳猪肉 因为你如果没有亲自去的话 有时候你用叫的 它会给你一些 比较没那么漂亮的 所以我一定要亲自去跳 忙归忙 顾家顾店的生活 倒也稳定踏实 养儿34岁那年 却因为另一半 投资股票 惨赔千万 欠债真相 大康那天 庄玉华的心也破了洞 第二个孩子生下来 还没满月的时候 我的前夫就跟我说 我们把那个 家里啊 赶快 就是我们欠人家很多钱 至少一千多万 所以我们赶快离开台北 就是烙袍的 就走路那就对了 然后我知道以后 我就说我不要 人家说那个月来不行 我每天都一直哭一直哭 我觉得那些钱 只要是还得起的 为什么不还 一辈子的人格 一个诚信都没有了 这不是我要的 一个女人 一肩扛起千万负债 庄玉华开始了 每日每夜工作 长达十年的还债人生 除了工作以外还是工作 你知道有时候我中午 比较离风的时候 有一个小时 或是两个小时 我可以请电影看一下 我回到我家 我没有办法躺在床上 看到沙发我就趴下去了 人家醒来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是中午还是晚上 我连做梦都在落地下 就是都是一直都在工作 至少我还有一份手艺在 我觉得我只要认真工作 只要轻松 不用怕贪不及 别人可能工作八小时 我工作十二小时 别人月休八日 我全年无休 我总会把这些钱还完 用正面乐观的态度 面对债务 然而命运还是弄人 口提意 厨房气爆火灾 什么磨难 都让庄玉华遇上了 幸好 关关难过 关关过 最困难的难关 一定就是 全台湾人都知道的口提意 那时候我们每天的生意量 升不到两成 然后到最后我们店里休息了一个月 那个压力是很重的 我们邻居跟我说 你真的运气很好 隔壁那个骑机车去叫消防局的来 听到的时候 我说资高分会休 大家就快走 就是那一下子 不到十分钟 那个119的那个消防车 就已经来了好几辆 就几乎扑 扑灭到一半了 也整间都已经烧得固固了 但是没有说有爆炸有怎样 十年下来好不容易债务还清 人生快要看见曙光 然而婚姻却又变掉 他投资欠了那么多钱 一直觉得有点自卑 但是我希望他能够走出去 所以我就把他推出去 但是呢 因为呢 因为 我坐过去穿去就很穿了 青春的要推你穿 不知道多买人 二十几岁啊 那个越南的 我本来是不知道 是那个女生打电话约我 我是谁 我是你老公的女朋友 我说真的吗 你什么时候有空跟我见面 我说好啊 我见到他 我连骂他连怎样我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啊 男生有外遇啊 不需要去责怪女方 从相恋到结婚 十多年来 庄玉华始终认定着另一半 甚至扛债也没喊苦 残遭背叛 当时心都碎了 这份难过 也不敢让爸妈 和两个宝贝女儿分担 这让我自己选 你要去哭给谁听啊 就是什么事就忍住啊 不然怎么办 我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最重要我很怕我爸妈知道 我怕他们会伤心 我的孩子给我鼓励了 他就说 妈妈这样子的日子啊 我们不要过了 你就离婚就离婚吧 我说那离婚 你们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了 他说 不会啊 我们学校有三分之一的家庭 都是离婚的啊 不会觉得怎么样 所以你要在这种生活 爸爸这个样子 一点都不值得 你再假装完成一个完整的家 我们都看在眼里啊 女儿的董事点醒梦中人 庄玉华脱模了三年 勇敢离婚 然而之前十年的生理操劳 加上外遇的心理折磨 早已让他陪上健康 腎脏无法正常解毒 每三个月就得全身麻醉 动手术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两年 有一个白铁的床 那你就是被放在那个上面 然后在那边排队 那医生来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你哪里要开刀 然后他在你开刀的地方呢 用原子笔把它画起来 就很像赤裸裸的 然后就很像猪在那边等着 就是被宰那种感觉 那感觉就是说 你好像就是 好像就是 我不知道我会有没有明天啊 最后一次的大手术 让庄玉华整个内脏器官移位 幸好命保住了 我要进手术房的时候 我已经把医术都写好 我告诉我的姐姐 说如果我怎么样的话 希望她能够帮我把两个孩子 不养成大 我姐姐说好 但是我没有让孩子知道 因为我不想给那么压力 我不想 然后就是说 妈妈好像就要离开我们了 我醒来看他们 他们 我们三个人相中而哭 哭的那个画面我忘不了 母女三人相依为命 一场生死交关 已让两个女儿一夜长大 藏不下厨的两人 开始学着做鱼汤 给妈妈补身体 我每次喝那个汤的时候 我的眼泪都滴在 都滴在那个汤碗里面 就很感动 因为你真的是感动是说 我孩子长大了 然后她懂得说 看到我妈妈的苦 她想要替妈妈承担一些 要上学的时候 平常我一直叫...都叫不上来 可是我开刀回來以后 你不要说我起床 我翻个身 他们都跑来说 妈 你要干嘛 你要喝水吗 你饿了吗 你要起来上厕所吗 你知道那种 感动还有那个开心的时候 还是长大了 女儿的董事贴心 让庄玉华大病出狱后 有了更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决定从三重走出去 到永康街拓展新店 让老扣扣的枝高饭 和他一起重生 来 这个我闭着眼睛都会用 因为我已经用了四十几年了 外国人很多 日本的 韩国的 美国人 好多 所以啊 我其实啊 就是也很想要去学一些 不一样的语言 语言语言语言 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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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d到咸香内的大肠头 或是鲜闷在煮的厚切珠五花 配点宜蘭的花生酸菜 满满一碗 就像是台式豆饭 这个台湾的传统口味 我们就是喜欢吃 有些人怕肥肉 好好吃怕肥肉 那我自己本身也有点怕 可是吃完之后就觉得 我爱上它 就是满好吃的 不会 不会那么肥 而且又如口疾化那种感觉 庄玉华靠着一锅锅的滷汁 拉拔两个女儿长大 出国念书 虽然不在身边 但每张母亲节生日卡片 满满的笑心 都是庄玉华坚强下去的动力 我每次看 就算那个三年五年十年的卡片 我每次看我那个眼泪流的 不敢一直看 但是偶尔想他们说拿起来看 哭得真的是 因为感动 很贴心很窝心 就是所有的辛苦 所有的付出都绝对值得 小女儿陈余杰放假回台 更是主动来店里帮忙 那场面对滚烫的锅炉还不搭进 外场要面对的 则是各式各样的客人 十八岁的年纪难免却生生 每次经验都是震撼教育 才知道妈妈当年有多辛苦 要面对一些客人 有时候客人会比较不难烦 或生气什么的 就是也没有办法 那其实以前妈妈回家就是 从来不会跟我们讲这些 我的孩子都很贴心 因为一路走来 他们也知道我身体都没有很好 我知道他们一直想要 就是能帮我分担些什么 一个眼神几句话 就能看出母女情深 庄玉华跟女儿的相处 就像闺蜜一样 无话不谈 没有隔阂 盼了盼了 只希望姐妹俩幸福快乐 本来我是说 你如果交男朋友 待会儿我赶紧一下 口口高我都不知道 然后我那个小女儿说 妈你眼光有那么好吗 也对啦 好吧 就是你们就自己看要怎么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走过扛债 离婚生死关头 庄玉华的下半生 仿佛按了reset键 重新开始 现在的她 没有包袱 活得自在 一有空就去当志工 做公益 庄玉华的人生态度 就像她掳出来的猪脚一样 充满人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